哈喽 老鼠维哥 这玩家们的体验壶更新 干净之后有一些bug 比如说那个小乔小乔的皮乎啊 他会出现一个那个神奇的画面 这是这个冰棍独角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花里胡哨的冰棍独角兽 感觉是被嗑了花一样 你看他这个扇子上面居然还有眼睛 是吧 大大的啊 这是他的一个bug 然后你看这个脸啊 变的什么鬼啊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那个这个训练营里面啊 训练营里面他这个 看见没 如果你没有皮肚 是吧 然后他给你是一个小卡片的感觉 然后旋转英雄的话很难 我旋不出来 从我所有换下这桥 这个小桥 哇 我的天 可以旋转啊 但是 但是要按很久 这个是全景画面啊 看得更清晴一点啊 然后 他好像是基本上所有英雄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拿孙悟空的地狱地狱火 全景摄影啊 他是以这种 这种视角展示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以后就是这样子还是说就出现一个bug 不过应该是更新吧 以前 现在的版本是如果你是那种 有背景的皮肤 点出来他是没有的 没有显示 他现在增加一个框框的话 就能显示出来 我们拿里白的看一下 来 跟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全景的话 有背景 但是就感觉怪怪的 多了一个小窗口 而且他这个小窗口不灵敏啊 我们要转的话 转英雄要滑了半天 还是不动 偶偶会动一两下 这个可能还是 还是技术问题 还是解决好啊 这就是这次更新的一些小bug地方嘛 大家觉得这个这样的更新如何啊 哎呦我现在试一下那个 刚才是给大家展示的那个 新英雄 新英雄进游戏是会出现那个 画面就是在地图下面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换个英雄能不能 不行 看来不是新英雄的问题 而是他这个整个 机子整个整个配置这个问题啊 训练营里面 基本上不管你有什么英雄进去都是这个画面 我刚才以为就是那个新英雄摇的问题 所以那不是 那我们继续去看下还有别的什么什么地方啊 我们先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